我們收到鍾浩賢Keef的歌曲 叫做《陳峰記憶》 我們拍台的時候在節目上也有報告給大家聽 也拿著他這份簡介 唱一版字 他的生命都在這裏 我都想說 其實我看到你這個經歷 兜兜轉轉的參加很多比賽 在街頭唱歌 到現在要發布歌曲 其實都有一刻被你感動 那種堅持 怎麼可以堅持到15年呢 是啊 有很多人我會感謝 首先 我有一隊樂隊 Red House 製作陳峰記憶都是Red House的班底 因為我畢業 正常找工作 幸好有他們 如果不是我找他們聊他們玩 玩到今天 我可能真的不會唱歌 可能真的是一個朝九晚六的office boy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要感謝的 路上Red House 或者其他當年遇到的玩音樂的朋友 對 讓他們繼續給我這個嗜好 讓他們繼續唱歌 哦 就知道Keef的正職是一個IT 做IT的工作 那去到現在真的要發布歌曲 那有沒有需要是 辭了一份工作 全職做音樂 還是都要兩邊兼顧呢 兩邊兼顧啦 因為 辭了一份工作其實我真的沒想過 因為始終我自己是家庭之處 我是獨仔 父母都退休 所以我就覺得暫時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也對不起家了 所以唯有用多些時間 晚上練歌 或者去跟多些不同的音樂人交流 利用晚上的時間 睡少一點 哦 其實過去十多年你都是這樣 雙線發展 或者放工之後 因為喜歡音樂 唱歌 又要夾東西 或者可能有些表演接了 又要重演 都是這樣 或者有些商演是撞著週日的 偷偷的幾天 請了年齡 這樣一直走過 如果最近疫情就好了 可以從家庭出去工作 是啊 是啊 不過我今天也是請假的 哦 阿Keef就是 原來是家庭的獨仔 也要家庭的支撐 經濟之處 我都正想問 出生是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不用休 才可以用十幾年去消耗的青春 因為阿Keef在2007年 已經參加英王的新秀比賽 當年也得到亞軍 也簽了約 但兩年後就解約了 接著又參加中文大學的一個歌唱比賽 然後在家庭上唱Busking 接著又參加Kingdom C的一個比賽 又贏了一首歌曲 到CV場上 對啦 三年之後又解約了 然後又拿著 陳鋒記憶這首歌 和Red House一起參加比賽 那麼DaoDao轉了十幾年 其實真的有什麼堅持呢 也都有沒有質疑自己 究竟是否應該還做下去 在歌曲方面 唱歌方面 有啊 其實呢 雖然 當然疫情是不好的事 但是我也要感謝這段時間 多了在家庭 就是因為其實兩年前 Red House之前都是很多 就是我們樂隊很多商演接的 或者Band Show 真的開始了就真的停了 那就真的直接沒有合作了 各自成員都回到不同崗位了 就是我有正職 有些成員都真的在音樂圈做事 各自都有不同的好成績 反而這段時間 Work from home 或者多了空語的時間 就是我多了跟自己聊天 就是想了解 反而這十幾年 是真的這兩三年 多了一點思考 其實我不是應該繼續唱下去 但是 就是 看著這兩年 很多天裝人禍 或者身邊有些朋友 真的離開 就是有這些事 我發覺很多事情都 不應該再等了 就是 真的不應該再等了 所以 就是蓋了自己的兩巴之後 就做事了 出歌了 陳鋒記憶這首歌 其實就在兩年前 跟Red House一起 就拿了這首歌 去一個酒的品牌比賽 也贏到冠軍 我都有說 當時是JW有份做評判 加上舒文 他們都選了這首歌 作為 又要啃著這團火 再重新出發的這條路 為什麼想選這首歌 讓大家認識多點你 反而不是其他 一些新的作品 其實呢 因為那時候Red House 都是做了很多歌的 那為什麼用這首呢 一來就 這一個比賽 都是一個trigger point 就是我覺得 既然這首歌 都是有 叫做有行內認同 就是舒老闆都endort 就是我記得他的評語 還沒記住 這首歌真的可以出街 你快點出 那你當時不立即找他 喂 可以幫我監製嗎 我現在出了 找他監製嗎 我也沒有 其實我覺得呢 因為之後開始錄音 真的錄這首 因為那個節目 是一個比賽 我們呢 整隊真的上去他的studio 然後他按來聽 然後給一些意見 所以其實呢 我們有不同的版本 即是比賽初期的 Rough一點 然後他給了意見 之後再有一個好一點的 然後他去比賽 在現在真的錄音 Mix and Mastering 完了的陳鋒記憶 所以其實呢 真的要給監製費 我不是他的 哦 他有個consultant fee 是啊 即是那時候 都是給了很多意見 應該怎樣唱這首歌 是的 那麼那個意見就 就代入袋子 就成為了自己 現在在錄音的時候 可以發放出來 可以運用到 那孫老闆給你們什麼意見 因為他始終都是監製 監製 他覺得呢 陳鋒記憶 其實要分三個層次 我還記得 一個是你發現 那個封了 封了塵的記憶盒 你發現了 第二個階段 就是你打開它 第三個階段 就是你打開完之後 那些記憶湧了 到你的腦裡 然後你又很崩潰 這樣 你要分三個階段 這樣唱 那我就於是 採納了這意見 而且也都是 好像 創作這首歌的方向 就是 本來是藏起了深處的記憶 然後 可能有些事 會引起你 可能走過一些 店舖是你和你的前輩子 以前的伴侶走過 然後他的聲音就在你耳邊出現 然後再到一個畫面 就是你以前很後悔 對他做過的事 這樣 所以蘇老闆就更加立體地 去解散這首歌 令你再投入去唱 雖然這首歌和兄弟 一起已經作了好幾年 以及都唱過很多次 但原來蘇老闆 點一點醒 又有一個新的體會 再去入錄音室 成為自己的歌 是啊 是啊 這件事不錯 跟樂隊的聲音有一點不同 不過都大同小異 但是兄弟也有份 當然想用來自己唱 用來做自己的個人歌曲 他們都很贊成 是啊 其實這件事很快 上年尾 差不多到七七班長年 但是當時我們跟他們開 唐善恒 叫阿Sam 即是我們的飛手 其實我也想介紹一下他 他也寫了兩首歌給J-Fone 所以他的歌挺好聽的 他就說 其實這首歌都在 不如你試試出吧 因為這兩個疫情 我們真的沒有組樂隊 即是真的停了 但Teddy有很多東西在混合 是啊 然後就 偶像結他手Teddy Fan 是啊Teddy Fan 如果我現在去騙他們 好像很騙 不如自己出吧 那我就 叫他們開了一會問他們 他們都很支持 他說當然了 你現在去自己出吧 試試看 每天都在這首歌 所以就 大家 整群兄弟一起 就幫你再去砌一首歌 再次重新 錄音的時候 編過了結他鼓 BASS 再錄歌了 是啊 那就很感謝他們的歌 那首歌 真的很感謝 《戚叉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吧